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可以讲是一个非常顽皮的一个孩子 他很喜欢跟人家打架 因此这个家族的人决定 也许我们应该送他到印度去 因为他实在是太调皮了 马尔巴拉斯他自己也很想要去印度 因此他非常的高兴 因此他一开始他今天学的一些梵文以及印度语呢 从这个人间商博这位医师学习的梵文 他到印度的时候 首先他先到达了尼泊尔 然后到了尼泊尔呢 天气非常的严热 而且呢 在文化上面跟印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在当时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呢 他在尼泊尔这个地方呢 他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让他自己能够适应那个炎热的气候 然后呢 他就到了印度 然后呢 他就到了印度 然后呢 他见到了尼泊尔 然后呢 他见到了尼泊尔尔 其实呢 他在印度呢 停留了好几年 事实上呢 他在印度呢 停留了好几年 那么呢 他陪伴在纳洛巴尊全有十六年又七个月 然后呢 他在这章中学习的纳洛六方 然后所有的密序的教法 还有这个大守卫印等等的教法 然后之后呢 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成就者 然后呢 他回到尼泊尔 然后 米勒洛巴尔也变成了学习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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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米勒洛巴尔也变成了学习 米勒洛巴尔也变成了学习的学习 米勒洛巴尔也变成了学习的学习 那么呢 他回到了西藏 结果 米勒洛巴尔也变成了他的弟子 结果呢 他也将所有的这些教法 就教授给米勒洛巴尔也变成了 结果 米勒洛巴尔也变成了 结果 米勒洛巴尔也变成了 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次 米勒洛巴也变成了一个梦 这个梦呢 就梦到有关于 所谓的夺色法的这个部分 因为万劾洛巴尔也变成了徒 而且盟勒洛巴尔也变成了 为此 他又回到了印度 然后去见这个楒洛巴 fees 那么纳罗巴就将这些教法全部的教授给马尔巴大师 到了最后纳罗巴大师他就问马尔巴 他就问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这边有这个教法 你怎么会想到要来求我教授你这一个所谓刚刚讲夺赦的这个教法呢 马尔巴大师就回答说因为我有个弟子他的名字叫明尔志巴 那么因为他请求我教他这个教法但是我自身并没有这个教法 所以我回来请您教授 善尔巴在身上 maini关里有这种教法 善尔巴在身边的人都说 善尔巴在身边的教法 善尔巴在身边也有个人的教法 善尔巴是进出风德的教法 善尔巴在身边的人都问你 善尔巴在身边是进出风德的教法 那么听了之后,纳罗巴大师他就念诵了一个祭诵, 他讲在北方黑暗之境中,如同日出雪山一般,闻其名及深欢喜, 那么对此这个友情我向他鼎礼。 然后对付各种的教育 succeed,然后运些给人链铛, 但在这两个关系上的东西有一个关系习有关的。 这因为这 такое特殊的国和尤其是咨译不存在。 是因为一个关系习的关系不是正常的, and another reason is because if you have that practice maybe in the future they may use wrong way why because at this point it's kind of like you can transform your consciousness into new body if you're getting all and you can transport your consciousness into another body that's why actually you stay same experience same continued of consciousness for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years that's why it's Mabalas thought maybe it will have danger in the future that's why the lineage is lost 那么意思呢 纳罗巴就将所有的教法传授给Mabal 那么呢 纳罗巴将这个教法就带回来 所谓教法传授给Mabalas 那么在那当中呢 因为缘起上的一点差错呢 所以这一个唯一的夺色法的这个法呢 它就中断了 在西藏呢 并没有继续地传续下来 那当然呢 这有两层的意思 一层呢 讲呢 就是因为当时一些维系的缘起上的插错的关系 所以这个教法就是西藏就中断了 那么呢 也许另外一个原因是 如果这个夺色法 它在西藏流传下去的话 到了后代也许会被误用 那么反正会产生不好的这个影响 因为呢 这所谓的夺色法 它是一种呢 你可以将你的神事 那么直接的就进入到另外一个躯体当中 那么就好像说 当你老的时候 这个身躯不堪用 这个神事呢 你就借着夺色呢 进入到另外一个身体里面 那么在那个当下呢 你仍然保持有这一生 现在的所有一切的经验 那么呢 你就可以借着这个样子 不断地持续下去 可能好几百年 你那个神事是持续的经验 那么当然呢 为了这个目的 首先你需要找一个 就是刚死亡的这个年轻的一个尸体 也许呢 为了这个目的 你可能会去杀那个众生 OK OK now the... here saying This means Means Marhöva Loser Received teaching from Melereva the teaching is like nekta 那我们来接下来的记事上讲 梅济大师连坐前 恭敬一子引甘露 错误圣见大手印 通达离边本来义 这个讲的呢就是 那我们马尔巴大师呢 他就从梅济巴大师的尊前 那么接受这些殊胜的大手印的 这些圣神的教法 就如同呢 这个引用殊胜甘露一般的 领受这个殊胜教法 大为阳这些恰恰这 他的入面团道行 because of the by drinking nectar of the mama muda this is why 马尔巴拉斯 also achieve completed realization of the mama muda 那么讲呢 那由于领受的这个殊胜的 大手印教法的这个甘露呢 所以 马尔巴大师他自己也成就的 成为一个殊胜的成就者 and then 他们这 罗布祖精 就能根据马尔巴巴 achieve all the inighting qualities and purified all the problem and false negativities 最后呢 他一切功德皆圆满 不为世间过难物 也就是说 他正得的 殊胜的成就 圆满一切的功德 那么 清净了所有一切的够难 这些东西 明俗马尔巴拉斯 and also 马尔巴拉斯 also the 马尔巴拉斯 is emanation of 佛达 form of ordinary beings 那么接着 如来化现之色身 指的就是 那么马尔巴大师呢 事实上他也是佛所化现的 以这个人的身相 来视线 来视线 Yemcho Marbetikassu and he told me like this 那么接着这一句他讲 那么 殊胜的 马尔巴大师 那么为我宣说这个教法 那么在我们中文里面呢 他是潜顶礼 事实上是 马尔巴大师 如是宣 这就是有关于这个传承的历史 到这边结束 那么现在主要的教授的部分 这里面呢 现在主要有五个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题目 主题 the main topic is you already know 这个主要的主题是什么 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 three issues with the cup 这是刚刚讨论 关于这个杯子的三个论点 这是最主要要讨论的主题 do you remember what is three issues with cup 记者这三个主题是什么 三个论点是什么 蛤 第一个是一与相对 第二个是一与究竟 第三个是超越相对与究竟 就对 等不来 relative according relative according absolute and beyond relative and absolute 相对的杯子 相对的杯子 absolute cup 那么绝对的杯子 超越相对与究竟的杯子 那么超越相对与究竟的杯子 在讲的时候呢 好像有三个杯子 但事实上呢 它也不是三个杯子 不是三个杯子 不是三个杯子 没有三个杯子 没有三个杯子 也不是三个杯子 现在怎么样 混乱了 OK 可能我会告诉你 首先 这个三个论点 第一个是第一个 所以我认为 因为我问你 这方面的意思 你也不会理解 首先呢 ент嘛 先给大家介绍这三个主题 这个三个论点 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要不然呢 跟大家诠释下面 这个字句的时候 所以可能大家也不容易了解 對不對 第一個杯子 一個相對的杯子 大家都知道了對不對 你知道什麼是相對的杯子嗎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杯子 了不了解呢 了不了解這個相對異地的杯子 什麼是相對異地的杯子呢 這個杯子是以因緣合合而組成 而我們給他第一個名稱 錄有一個分別的他的相對 所以這個叫做一個相對的杯子 這個名字是我們人類給他的名稱 假如這個不叫做茶杯的話 這個叫仁波切的話 可能我們大家都叫茶杯 就叫仁波切 所以名字是我們人類給他的 因為在不同的國家會用不同的語言 就是我們人類給他的名稱 所以我們要讓他名稱 如果我們要用到日子的名稱 當時我們要用到日子 一樣的名稱 我們要用到日子的名稱 我們要用到日子的名稱 所以大家只能把 他們能用到日子的名稱 我們要用到日子的名稱 大家的回答都非常好。 相对异地的这个背识呢,它是非常复杂的。 为什么非常复杂呢? 因为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改变着, 它让某些人快乐, 但是可能也令某一些人非常的痛苦、忧伤。 它让某一些人觉得很疑惑。 因此呢,在这当中呢,它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异地的背识。 它是怎么样让某一些人觉得快乐, 让某一些人觉得很忧伤, 让某一些人觉得很困惑的呢? 那在这边呢,要给它做介绍。 首先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不要想得太多。 你会选呢,能不能接受, 我问的这个问题后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鬼气在那个地方。 或者呢我这样子回答之后呢我可以获得呢一百万 一百万台币 没有这样的问题在 这个问题是 很小的一个问题 有多少人喜欢这个杯子呢 请举手 这样子的这种的杯子 有多少人不喜欢这样的杯子呢 有多少人觉得说他只是很普通这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好或者不好这样子 有多少人觉得说既喜欢又不喜欢的呢 这是开玩笑的 OK 这样子大家应该了解了吧 它的意思 在这个问题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诡计 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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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寂寞是什么呢? 寂寞是什么呢? 有些人喜欢这个杯子, 对那些人而言, 这个杯子让他们觉得快乐。 对不对? 很好的杯子, 我喜欢这个杯子。 越看越欢喜。 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杯子。 一看到这个杯子, 马上有怨烦, 很讨厌这个杯子。 很丑, 一大堆的问题在那边。 然后产生一种不快乐的感觉。 对某一些人呢? 我觉得很一般的,很平常。 然后会产生一种困扰。 或者是一种无名无知。 这个杯子我不知道到底。 谁在乎呢? 喜欢不喜欢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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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 这是一个相对异地的杯子。 组织之间。 这是一个相对异地的。 这个呢? 也是跟我们所谓的边相关联的。 跟我们的边有相关的。 好的 我不喜欢它 我不知道到底喜欢不喜欢它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以这个杯子来做举例 事实上不单单是这个杯子 在所有的一切的镜像 我们的风猴子的心 在评断着外在的这些镜像 科学家说 当你看到一个东西 在半个小时 你已经判断了好的 不错 科学家们他们研究讲 当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时候 也许在半秒钟当中 马上就产生了一种评断 这是好的,是不好的 所以这些镜像是有很多问题 例如呢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杯子 另外一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杯子 也许他们就起争执了 因为那样的缘故 因为我说 啊,好杯子 我说 啊,不是 这是什么错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杯子 另外一讲 没有,那个杯子是很糟糕 他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问题 然后你就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杯子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原因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杯子 所以呢 就起了很大的争执 那么所有的那些理由 那些原因呢 对每个人来讲 对那个个人来讲 它是真实的 但是呢 在这当下 它并没有一个所谓 有共同的 好的东西 或者不好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你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因为呢 你总是认为 有一种所谓的共同的好 共同的这个坏 它是存在于这个事物上面的 好像那个好跟坏是存在这个事物上的 然后你就会认为 嗯 也许那个人呢 他事实上他并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不喜欢这个杯子 因为呢 他不喜欢这个杯子 所以他不是一个好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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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所谓的究竟的真正的好呢 是存在于这当下的 你认为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所以呢 当另外一个人说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当另外一个人说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你就会想 嗯 也许那个人是笨子 是呆子 嗯 嗯 或者呢 你会想 很多的这些原因 也许呢 因为那个人 他的情绪不好的缘故 也许呢 因为那个人 他不喜欢我的缘故 或者 也许呢 因为他无知 或者是 他自己本身陷入迷惑 等等 一般而言呢 大部分的这些问题呢 他都是源自于很小的问题 例如呢 I will give you an example in family problem 这边给大家解决一个 有关于家庭的问题 I don't have family 那母亲说 他没有家庭 I don't know very detail 所以我不能够了解 很深入 但是我观想 一个家庭的感受 感觉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 例如呢 当我第一次到西方去的时候 some people they ask me to help them about aw self-esteem self hatters how to say in Chinese problem emotional problem self hatters 所以呢 当我们能够到西方的时候 他们就有弟子就问了母亲,请就帮忙解决那种自我厌恶的问题。 Self-hatred,恨自己的这样。 我不好, I'm useless, I'm bad, I'm no good, you know? 对,就这样子。 他就问了母亲,说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我并不清楚到底他在讲什么,不了解。 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情况。 我认为现在新的一代的西藏人,他们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对老的一代,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状态。 我是属于老一代的西藏人。 I don't know in Taiwan, do you have this one? 在我们的台湾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有吗? 有。 啊。 啊。 And I thought, ok, and I'm listening the person's question, and I asked that person what they feel. And I told them, I am sorry, I cannot give you any clue, any method. but I try to visualize about self-hatterstitch. 我就耐心地听着他的问题, 然后到最后我就回答他说, 对不起,关于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解答, 然后最后能不见他自己就去做观想, 就观想这个所谓的怨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我自己实在很糟糕,我实在很没有用, 我什么都做不来, 然后之后这样慢慢的有一天, 我发现我有这样的怨恨自己的这种信念, 那时候我非常地高兴, 这个就是所谓的怨恨自己的那个情绪, 实在是很可爱,对不对, 不同的方法去看待, 所以当你想要去生起这样的一个自我怨恨的这样的信念, 那么你用尽的方法,然后生起的时候, 反而你会觉得非常高兴。 那么这个家庭的问题是什么呢? 有个人说,把这个杯子放这边。 另外一个就说,不可以放那边,要放在这里。 然后就说,这是谁放的? 我不喜欢放那边,已经跟你讲不要放那边,要放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没关系,怎么做都没关系。 然后头就撇过去,你都不理这样。 然后嘴巴就闭起来了。 满腹不高兴的样子。 然后到了第二天呢, 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只有几个月以后呢, 开始就起争执了。 一开始只是一个小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个小问题产生呢? 因为你并不了解你自己的感知。 但是呢,你却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在创造出你自己的那个世界。 你有很强烈的这样一种深信。 一切呢,所有事情必须要遵循我的这个方式。 要遵循我的这个世界。 因此呢,就制造了很多的这些复杂的问题。 有时候呢,你自己都不知道。 有时候呢,你假装着呢,好像你自己在跟人家这样子谈判着。 我们都具有人权,所以你需要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 就像彼此这样子的讨论着。 但是呢, 要怎样的去谈判? 要怎样的去谈判? 协调。 协调。 对不起。 因为呢,你的这个谈判或者是协调, 事实上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这个世界。 然后再回到同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呢,显现在很多不同的这种方式。 然后再给大家另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不喜欢那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比我高。 我不喜欢那个人,因为他也许比我胖或者比我瘦。 我不喜欢那个人,因为他也许比我胖或者比我瘦。 我不喜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比我还沉默。 这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这些都是相对异地。 其实, 事实上呢,所谓的好坏,它并不存在这个杯子上。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如果呢,这个所谓的好,它是在这个杯子当中的话。 那我当我问你, 你喜欢这个杯子吗? 大家都会说,是。 不会有人说,这是个不好的杯子。 全世界的。 每个人呢,都会说,这是个好的杯子。 我喜欢它。 让我呢,能够非常快乐。 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 对不对? 甚至呢,就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那就是不用再去谈这个全世界。 因此呢,所谓的好,它并没有真正的存在这个杯子中。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这是个好的? 这是从比较而来的。 什么样的比较呢? 这个杯子的好,它是相对于比那个好,比另外一个好。 所以,你需要一个杯子或者另一种比较。 所以呢,你需要一个杯子或者另外一种的镜像。 在你内心里面,另外一个镜像, 然后跟那个来做比较。 那只有在那样的一个原因之下呢, 那么你能够说,这个杯子是不好的。 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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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不可能能够说,这是个好杯子。 你根本不可能能够说,这是个好杯子。 因此呢,这个杯子呢,或者这个事物呢,它是好或者坏。 它是相对于另外一个镜像。 就是另外一个杯子,或者是另外一个镜像。 因此呢,这是一个相对的杯子,相对于地的杯子。 所以,在西藏藏文里面呢,我们叫做观族,就是所谓的世俗。 这个棍呢,指的就是所有一切的。 这个棍呢,指的就是所有一切的。 这个棍呢,意思是虚假的。 它是一种不真实的,虚假的,或者是错误的。 因此呢,这不是真实的。 这个杯子呢,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呢? 因此,为了成为这样的一个杯子, 它需要相对于,依于另外的一些条件而成立。 因此,这个杯子,这个假的虚假。 你认为它是好,事实上也是虚假的。 你认为呢,它是不好的,事实上也是虚假的。 全部都虚假的。 所有一切都是虚假的。 但是呢,它又没有虚假。 而且呢,它既不是虚假的,也不是虚假的。 但是呢,它是虚假的。 那么是怎么样的状态呢? 因此呢,我们就开始呢,去探讨所谓的圣意地。 因为呢,相对异地呢,它是虚假的,不真实的,是错误的。 那么呢,最主要问题是,它会制造痛苦。 那么呢,这个关于杯子的第二个论点是什么呢? 就是,生意地,究竟一地。 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报恩梁黄宝灿,即中锋三十系列法会。 日期9月11日星期一到9月16日星期六。 恭请会碳法师、会量法师、会工法师、广顾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煮法。 9月11日星期一到9月15日星期五。 梁黄宝灿法会。 每日上午9点开始,下午1点半开始。 9月16日星期六,中锋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上午9点开始,下午1点半开始。 恭请三师法师共同煮法。 法会备有贡品,礼盒及白米,发给中低收入户。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摘法义,共睦佛恩。 佛教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举办。 秋季孝清报恩法会。 日期9月23日星期六,上午9点。 礼拜金刚宝灿即小蒙山。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9月24日星期日下午1点半。 设放余谐宴口,平等甘露法师,恭请惠泰法师组法。 恰学电话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方。 护持功德书圣行,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般若波罗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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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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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还在母胎当中 就神了吧 一般的我们经常说 拔相成道 从抖碎天降生到入胎 抖碎天降生来 来人间 这是一项 入胎 一二项 入胎三项 出胎四项 出胎五项 成道六项 钻法轮七项 如涅槃八项 还没有降生的时候 在母胎里头 这八项都事先完了呢了 所以说 广大威信 在美胎中就事先的 广大威信 事先一切菩萨行 一切入来自在神的 无量差别门 都在太宗就都实现了 实现了 我实现了 我实现了 我实现了